在過年前大概因為戚固分手 那這個嫌疑人一直對這個事情 產生疑惑 所以到他家來等他 大年初一傳簡訊分手 前男友揮刀 看心男友 到前女友家去等 說是要問分手 問個明白 那帶這把開山刀去是要幹嘛 還沾滿血 真是嚇死人了 28歲的王姓男子跟警方共撐 大年初一他受到交往六年 女友換來的電訊說要分手 讓他清天霹靂無法接受 而且一直聯絡不上女友 他乾脆到前女友家埋伏 卻看到女友從一台車上下來 他氣炸 立刻質問前女友 跟他現任裝性男友 兩個先後的男友都在宣示主權 他氣到直接拿到往別人身上砍 發現有民眾遲遭對峙的 惡令嫌疑人馬上把刀蟹放下 被砍的23歲莊姓男友 全身都是血 偷 臉 胸部多處刀傷 送疫急救後 好不容易才脫離險境 而25歲陳姓女友 左手也被砍傷但無大案 情胸的王姓男子 經過家人勸說 還卸下心房跟警方交談 警方訊後向他移送 不發作精采 請不要太執著 會有更好的報導 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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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